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您好 歡迎收看 中視整點新聞 我是馮維之 來關新道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是涉及了金華城弊案 北院裁定吳寶請回之後 北檢不服提起抗告 高院昨天對於抗告 做出了裁定 撤銷柯文哲吳寶請回的處分 發回北院跟裁 而柯文哲一走出門 也沒有回應 我們連線給記者 許國豪 好 主播各位觀眾 帶來關新金華城的 一個最新消息 因為前天的時候 這個北檢針對柯文哲 先前吳寶請回 這個才是提出的抗告 而高院也在昨天的時候 對相關吳寶請回 做出了駁回 所以現在柯文哲 今天早上最快九點半 就要到北院 重新的可能召開月券停 而在稍後就馬上召開駕壓停 而柯文哲一早 大概在七點左右的時候 出家門 我們來看一下最新的畫面 你滅得定點 大哥 你滅得定點 不要 手機 手機 大哥認為你現在高院 高院說你都不知情的 這個書很可疑 說你都不得知情 你買的商辦有議員爆料 承受全部處跟金華城有關係 你都有下線 難道對所有事情都不知情 主席今天還是要主張都不知情嗎 公務員不要坐牢 現在還是原則嗎 有想過王鴻鎮 會把所有事情講出來 他說是市長交辦的 來… 林竹銘 林青蓉都認為 你一定知道金華城融機爭議 你有交辦嗎 不是現在在秘訟律師沙盤飛眼嗎 好 柯文哲針對媒體相關的追問 他今天早上是低調都沒有多做回應 而馬上也直奔到他民眾黨台坡大樓這邊的辦公室 而客家就相當關心 因為九點半馬上這個北院就要召開這個月券庭 那在月券庭之後 柯文哲出席之後呢 馬上緊接著就是這個積壓庭 那柯文哲今天能不能在這個所謂的 積壓生死關全身而退 也是各界關注的焦點 尤其像這個台北市議員 民進黨台北市議員 解豬培就有爆料 說柯文哲針對這個金華城公展的相關公文 有六個章都是柯文哲親自蓋的 那再加上這個國民黨台北市議員 有一個遊說會 也說這個柯文哲 其實之前讓這個市議員印小微 開了三次的便當會 代表柯文哲呢 說這個不知情 對金華城案子相關事情都不知情 這個說法是相當疑慮的 那甚至像這個千綠周刊也爆料 說這個柯文哲曾經有給這個彭政生 這個便遷 裡面就有這個詢問 關心說這個都委會到底針對 這個金華城案的這個進度 到底到哪個地方 甚至還特別強調說 這個公務員不要去坐牢 是唯一這個最重要的原則 那甚至前這個前都發局的局長呢 也曾經爆料說 還有提醒柯文哲 這個金華城的容積率擴張 是有可能會有這個圖利的問題 而針對這個柯文哲先填在法庭上說 自己對金華城案子相關事情 他採取他的不知情 這個說法就起了非常大的疑慮 那今天檢方會再拿出 什麼樣的關鍵證據 要來擠壓柯文哲 也是各界相當關注的焦點 我們也將持續的來帶您追蹤 以上是現場最新 我們將時間盡頭交還給棚內